早上8点20分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入冬最强寒流来报道 今天明天又湿又冷 雷达回波图我们看到大量华南云雨带一入 目前今天上半天雨是集中在北部 到了下半天连中年部都会开始下雨 我们来看到其相处持续针对 新北市跟基隆市 北海岸局部地区发布了橙色灯号 来到了非常寒冷等级 有持续10度左右或是一下气温发生 另外在整个台中 以北也亮起了黄色灯号 有10度以下气温发生的几率 提醒您从今晚到周二白天 湿度高加上风大 体感温度会更低 尤其在中部空旷地区 像是竹苗一带 体感温度可能来到零下 务必做好保暖工作了 今年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气象鼠针对在整个北部地区 基隆北海岸 新北细止山区 跟台北石山区发布大雨特曝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到了今晚到一路到明天晚上 雨期往南扩散 到整个台南以北都会是湿湿冷冷天气 尤其北部东北部雨势最大 这湿度高加上下雨风大 体感温度将会很低 到了周三慢慢从湿冷转为干冷 但是周三天气依然是寒冷的 到了周四寒流慢慢的减弱 到了周末呢 雨势稍微再小一点 集中在迎风面地区 其他地区多云道晴 在水气这么充足的情况下 高山降雪几率也很高 从今天晚上起 一路到周三的清晨 是水气最足够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北部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机会降雪 包括了拉拉山 太平山 就连扬名山都有机会白头 另外到了明天周二 会是降雪几率最高的一天 在中南部两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包括了玉山和欢山都有机会来追雪 温度趋势图我们再一次带你来掌握 今天晚上起持续地巨浮降温 到了周三前 整个全台温度都非常低 在北部跟离岛的金门 只有六到八度 中部东部八到十度 南部东南部全天也只有十到十四度 都属于非常寒冷 最冷的时间点就落在明后天 全台寒流笼罩 全台温度都会很低 明显回温得等到周五以及周末过后 才会慢慢有温暖的感觉 入到这条寒流报到了 小丁丁提醒您一定要加强保暖 今天越晚降雨越明显 即将进入寒流发挥震冷的时候 长时间低温务必做好保暖工作 来关心各地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